再见金明他已经40多岁了 至今未婚 没有了小婉君圆圆的脸蛋 多了一份成熟和干练 本可以靠颜值 他却偏偏要靠才华 许久带出大众视野的他 在脱口秀节目中 讲述了他认为 爱情从来就没有平等过的爱情观 让网友热议 抱歉 没有长成大家喜欢的样子 但我长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今天带大家走进 穷瑶女郎金明的演艺之路 1986年 金明出生在一个北京的普通家庭 小时候的他圆圆的脸蛋 小小的樱桃嘴 大大的眼睛 非常可爱 邻居们也都非常喜欢他 在九岁那年 网君剧组在招募小演员 妈妈带金明去试戏 其他小朋友都在表演各种才艺 金明在街角为他们鼓掌 当时其他演员的目光却在金明身上 不管大人说什么 他都没有感觉 金明在他们眼中已经是最佳人选了 最后成为了网君的主角 惊叹地说 从哪找来的孩子 可爱得像个假人 尤其在剧中的哭戏 堪称老戏骨 随便一个哭戏都是一条过 情感丰富 直抓神心 小小年纪就能把角色演绎的到位 不得不让人佩服 后来金明曾回一开始时不会哭 后来慢慢地摸索 逐渐找到了技巧 这部戏一波 火遍大江南北 他也因为这部戏一夜成名 神明对他的记忆 似乎永远停留在 神小鬼大的九岁模样 被琼瑶捧红的金明 是人见人爱的国民闺女 和如今的关小彤一样 红透半边天 其实金明成名的背后 还是琼瑶不惜倾家荡产 在拍完晚君后 台湾发行方要求删除金明的戏份 如果不能顺利播出 琼瑶方将赔偿电视台的一切损失 琼瑶表示 哪怕卖掉房子 倾家荡产也不会删逐一秒 正是因为琼瑶的坚持 金明的戏份才能保全 他以后成为琼瑶的御用童心 再之后也出演了很多影视作品 《青青河边草》 《望夫雅》等 1995年参加 央视电视台六一晚会表演小品 九岁出道及巅峰 他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当时萨贝林都说 长大了一定要娶他 但人永远逃不过长大的魔咒 本以为金明会一直 在演员的道路上走下去 但是在演员和学业之间 他选择了后者 后来环柱格格 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剧 邀请他出演 他却拒绝了 因为当时的他只想腾出时间来念书 考大学 为了学习 他失去了很多机会 人生就是不断在做选择题 金明坚定地选择了其中一个 高三 金明舍弃就读艺术类院校的机会 在大学志愿表上 填上了国际关系 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学习 当时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他就一直没有放弃学业 每天拍完戏 就会到酒店找老师补习 终于经过努力 1999年金明顺利考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在大学期间 他一心精力放在学业上 表现优秀 妥妥的学霸 精通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 很少出演作品 最后修得北大双学位 在大学毕业后 金明想重回演艺圈 但娱乐圈不是想回 就能回的 他是琼瑶剧出身 随着市场的不断更新 琼瑶剧再慢慢被淘汰 被琼瑶女郎定位的金明 找不到自己该往哪方面发展 他出演了很多古装剧 而且都是小角色 当年那个爆红的小童心 因为不走寻常路 而被人遗忘 转型失败的金明 因为童言 出演了天龙八部中的 天山童朗角色 但遭到很多人的吐槽 有人说他长残了 有人说他没有演技 后来他转战综艺节目主持人等 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一出场还带给人满满的回忆 毕竟属于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他并没有因为不红而放弃 仍然保持刚出道时的初心 对于以前红 现在不红 他给出的答案就是 花五百日红 又何必为了一件事焦虑呢 金明的态度还是非常乐观的 或许就是小时候的光环太强烈 人们对他的刻板印象没有改变 他尝试的新角色 不符合大众口味吧 在事业上的金明经历了大起大落 那个当初要娶他的萨贝宁 已经有了幸福的家庭 金明还是孤身一人 他的感情也是观众操心的大事 虽然他至今单身 但是绯闻一直不断 曾有传闻 金明和影视圈的富豪安玉刚结婚 随后金明发文辟谣他没有嫁人 安玉刚也说 两个人的传闻是不真实的 两个人只是朋友 不是夫妻 金明在问到感情时 他说赶上谁是谁 更看重缘分 在感情上等待白马王子的金明 事业上一直在追求不同的东西 来充实自己 之后的金明很少出现在镜头前 他还热心公益 把自己的演技经验 传授给更多的孩子 创办儿童剧宴 从策划到上课都亲力亲为 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不耽误学业的情况下 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艺术的氛围 看来金明的童心游在 现在的他总是一头短发 但还是甜美的笑容 还是让很多人想到小婉君 金明一直在学习的道路上前进 在北大毕业后 又相继主修法医和犯罪心理学科 想用他们来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 他为什么会说出 爱情从来没有平等过的话呢 在脱口秀节目中 他大方分享了自己的感情经历 遇到了宝妈男的浮夸 和戏精男的控制欲 正是这两段感情 让他重新审视 爱情和婚姻的区别 我交的男朋友都特别不理智 还特别娇气 感觉他们啊 才是穷妖剧的女主角 我交往过一个妈宝男 我们俩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 他上我们家来玩 一进门就开始跟我抱怨 你们家怎么没有我的专属拖鞋呀 怎么没有我的专属毛巾呢 经历了坎坷的情路 可能金明已经看透了 爱情是强求不来的 一切都靠缘分 纵观金明的事业和感情 他红火过 陨落过 付出过 最终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或许有人感叹 他当初做的决定是错误的 一个决定让他 再没有了之前的辉煌 但他也从中经历过了 享受了被人追捧 在学习中得到了更多知识 付出后虽然不如意 但是他把自己对行业的经历 和经验都用来交给更多孩子 培养更多有梦想的孩子 神生有得有失 在失去某些东西的同时 也会得到不一样的风景 有的人一时爆红 为了迎合观众的喜欢 走他们喜欢的风格 丢失了自我 金明却不走寻常路 选择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为自己而活 确实有时候 不必为了迎合他人 而选择改变什么 坚持做自我就好 其实金明的性格不是我们想象中娇小女人的样子 私下里的他知识非常丰富 特立独行 朋友们对他的评价也是反差非常大 小小的身躯 有大大的正能量 希望金明未来的路会越走越远 一直保持初心 做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